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是一个电视的板 现在呢是电源没有输出 这个是它的保险 这是一个NTC的热米电阻 我们看这个板的这两端已经烧糊了 这个位置呢应该用锯片给它刮干净 不然的话这个碳化的容易导电 然后再用酒精给它擦干净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整流桥 这是它的300伏滤波电容 它没有PFC电路 这个是它的功率管 这个是它的电源管理芯片 这是光耳431开关灭压器 这是输出滤波电容 这端还有另外两路输出 一个是通过这个滤波电容滤波的 一个是通过这个滤波电容滤波的 这个是输出的销特级二级管 当然这边是它的功放框 这个是主控 这个呢是高频头输入的一个芯片 这端这个是背光的芯片 这个是背光的升压 长管 我们插电量一下它的电压 好我已经给它供上电了 我们测量一下这个销特级二级管 后边的电压我们量一下 现在有2.5V 正常是12V 我们看它是跳变的 说明电路是保护的 那么其他的电容现在也不好测量 我们看这个电容两端 肯定也应该有电压 是跳变的 几乎没有电压 遇到电源的故障呢 首先我们要测量它输出端 看是否有短路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300V绿波电容上的电给它放一下 不然的话容易电到人 还容易损回原价 我们先测后边有没有短路 测短路呢很简单 只要把电放完了以后 我们用二级管档来测量 Z是它的销特级二级管 很显然没有短路 因为刚才输出是二点几伏 现在是有压降的 证明没有问题 我们再测量这个二级管 这个二级管也是正常的 我们量一下这个长管是否击穿 这个长管 测量已经击穿了 我们再测量一下这个二级管 我们发现这个二级管已经击穿 这个二级管应该跟这个长管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长管和这个MP3398配合着给后边的LED灯供电 也就是背光供电 如果长管损坏 有可能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因为它输出的驱动信号不正常 就会使长管损坏 如果是这个二级管损坏的话 一般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这个二级管卸下来看看是否还短路 二级管卸下来了 我们测量一下 没有错 是这个二级管损坏了 那么我们看这个滤波电容是否有问题 后边已经不短路了 这个长管 也没有问题 这说明这个故障还是很幸运的 如果是这个长管损坏的话 问题就大了 这个二级管有的时候是正常损坏 有的时候是滤波电容 滤波不良 出现轻微的漏电 使它的电流增大 所以它损坏 下面我们把这个滤波电容换了 虽然看着没有问题 这个滤波电容是35伏耐压 330违法的 测量也没有问题 327 328 335 为了保险还是把它换掉吧 二级管换一个同型号的 电容没有330的 换一个220的 但是耐压值是50伏耐压的 应该比35伏耐压的更好 好 换了二级管呢 这个电路已经修好了 我们测量一下 这个输出 这个是12伏 标准的12伏 这个位置 是刚才我们换 滤波电容和二级管的地方 25.7 就是给背光供电的这一路 然后我们再测量 300伏滤波电容两端 308伏 完全正常了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